就是在前两天吧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星期二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嗓子有一点痒 那我可能觉得我自己就是上火了 就是或者说我自己喝水喝少了 我就有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就是你想要觉得你有点上火的那种感觉 我就星期二就那样的感觉 我觉得很正常 我可能要感冒啊什么的 到星期三的时候就是我去检测的那天的早上 我就觉得我自己怎么有点像我要感冒呢 因为我的嗓子 因为我的嗓子啊就感觉有点像感冒前的那种征兆 我不知道你们有时候要感冒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感觉 就是嗓子有点哑哑的 就痒 就是有点痒 嗓子有点痒 然后但是呢又觉得 嗯就是身体有一点点乏力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一看 嗯 我看了covid的那个symptom 我一直想哎我自己不是就是这样的吗 可能是 嗓子疼 就是嗓子疼 然后嗓子疼 然后有一点呃 有点呃 就是fatigue 有点就是累 哈哈 乏力 我就想哎 要不我去测一下吧 然后我就去测了 然后 反正我就想跟大家说 其实我今天的第四天的一个状态呢 我就觉得我自己像像有个个重感冒一样的 就是像有重感冒一样的那种感觉 比比前两天好太多了 前两天呢简直就是 啊 nightmare 前两天简直真的是像噩梦一样的 就是看到我前两天 想想我前两天的状态 但是 大家好 今天还是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五的下午 我早上跟大家说下午会议 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感觉 那今天我的感觉就是 比前两天要轻松很多 就我的 我的身体没有那么 很多疼痛都 都没有了然后我的脚也没有 感觉那么冰冷了 然后就是感觉 头最主要的是我的头 我的头感觉好 太多了 然后我现在的脑袋没有那么头疼 没有那么明显了 然后昨天晚上也睡的好了很多 然后今天早上也跟大家说 有很多就是流鼻涕的现象 那其实现在也都一直有 一小会儿的时间我就得去处理一下 但是呢 总体而言 感觉真的是好了很多 就是在一早上醒来 然后到现在都感觉 哇 这么几个小时 感觉真的是好了 轻松了很多 然后整个身体 虽然我还暂时没有食欲 但是我知道什么时候饿了 什么时候该吃东西了 而且值得庆幸的是 值得庆贺的是我今天 今天有去做饭的这个欲望了 就前两天吧 就是有我们的朋友 给我们送了餐 我们也不用自己怎么去做 就是加热一些食物啊 这样子 那今天呢 我其实有做一个牛肉 给我们的家人一起吃 因为我一直特别担心 因为宝宝是宝宝是negative嘛 宝宝是阴性的 所以我一直怕我自己会传染给他 所以我其实在家里面 一直都是有戴口罩的 99%的时间我都是戴口罩的 尤其是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人在 一小姐 我也是一个人在一个屋子里面吃 都是把门关着的 然后我所用的餐具 所有的都是一次性的 吃完就饵 然后不会造成任何二次的 就是去影响到家人的因素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就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处理起来比较容易 我做饭的时候呢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我会戴一个手套 就是虽然我会洗手 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会担心 对 然后就是宝宝他睡得好 吃得好 他身体也很好 他一天对精力特别特别的旺盛 他每天真的是上上下下 一直跑楼梯 一直抗书 做运动 真的太有精力了 我前两天身体太垮了 都没怎么 有力气跟他玩 可是他还是一直带着我 带着我 也是有一点点运动 其实对这个恢复也是有好处的 不然我一直保持一个姿势的话 比如说坦着或者坐着 其实反而不好 有可能会有一些造成一些身体的副作用 不好意思 我对于大家看到 我其实还是有一些咳嗽的 虽然并不明显的 而且就是肝咳都没有 就是没有口糖的那种咳 会有一点 我不知道后面几天会怎么样 但是我今天应该算是 算是第四天 我觉得我好的挺多的 然后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是因为 我就是有打了疫苗 打了疫苗 我身体里面免疫系统就有这个 就是对这个病毒是有记忆的 对它病毒的这个 它的这个spike 对它的这个形状是有一些记忆的 这个蛋白的表面 就是细胞的表面的这些蛋白的凸起 是有记忆的 所以当它再次侵入到我身体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记忆细胞 记忆免疫细胞 T和B细胞 然后就可以很快的 去集结成一个像军队一样的免疫细胞 来攻击这些外来的病毒细胞 所以会比平常没有打过疫苗的 没有这个没有记忆细胞的 这个这个身体状态的 肯定是要好很多 所以恢复的也会快很多 而且我一直在喝绿茶 然后一些水 就是保证自己 喝很多很多的水 昨天前天我都流了很多很多的汗 然后反正你知道吗 就是喝水真的是不是我特别的想喝 但是我身体我觉得我身体就需要水 然后就就有一种欲望 让我一举一举的去喝水 其实我我并不是说是我要强迫自己 或者怎么样的 我的身体自然的反应就是觉得我想去喝水 然后我今天是星期五 我应该要考试的 我应该要考试的 我们Pharmacy School每周五都要考试 我今天其实状态不太好 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们老师说那没关系没关系 你星期天再考也可以 或者你明天考也可以 然后我就说那好吧 我给我一点时间可以去恢复一下 因为前两天我确实是脑子 不知道怎么思考东西了 根本没有办法去集中精力 因为那个头也疼 然后身体也疼 然后哪里都晕 根本没有办法集中 集中思想 所以呢 我准备今天晚上呢 再学习一下 然后明天出时间的就把就把考试给考了 这样呢在下周的时候就没有额外的一些工作 来给我自己 就是下周就崭新的开始 虽然说还是有病毒 但是会有崭新的开始 就是希望大家都好好的接下康康的 哦 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 就是比较有作用的我不知道 其实我还有一直在吃维他命D 还有维他命C 我就是在我生病的这一周 就是在我确诊 在我确诊后的这每一天我都一直在吃一些维生素C和D 然后我本身呢在吃一些就是运气的综合维生素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会给我们下一个小孩 但是我们也想做好自己该做的准备 所以我一直也有在吃运气的综合维生素 就是我之前在就是怀孕的那一期 就是介绍我自己的怀孕的一些一些 一些经验分享的那个视频里面 要跟大家提过我在吃的那个综合维生素 所以我有在吃这些 可能这些对我的身体有很多的帮助 尤其是对我的免疫系统能够把这个新冠击败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心态吧 就是我从一开始我也觉得他本来也没有 对我对我不会造成太多的影响 我一定可以很快的就击败很快的就可以度过这个时期的 然后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心态也就放得很好 而且当我其实在前两天精神很不能集中的时候 我就做一些轻松的事情 我就想想我的宝宝 然后跟我的宝宝就是远距离的玩一会儿 然后我也会去看一些就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剧啊什么的 也是也是会帮助我去分散我的注意力的 对有在这种生病的时候 其实最当心的还是家人 我一直很担心我的宝贝会受到我的影响 所以我99%的时间都是戴口罩的 然后洗手的次数不说上百次吧 反正是无限的接近上百次了 每天洗手的频率真的是超级高的 每次擦完鼻涕每次去拿某个东西之前我都要洗手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洗手 这个很有必要 非常非常好 很多